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美国记者就孟晚舟案质疑国务院 一夜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 美国国务院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一位美国记者对孟晚舟事件的提问 居然把美国政府发言人问道与塞 视频传出在美国和加拿大 虽然没有多少轰动 但在中国互联网上却成为了最轰动的段子 这位记者甚至被有些中国网民誉为民族英雄 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敌后武功队的情节来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正就因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而被捕的加拿大人康明海的事情发表声明 要求中国放人 可这位美国记者却反过来质问这位发言人 会不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逮捕孟晚舟的加拿大 也放人搞得那位美国政府的发言人很是尴尬 这段经过被人拍下发到网上后 也很快引起了中国网友和媒体的关注 并纷纷称赞了这位敢于揭露美国政府双重标准嘴脸的美联社记者 这位名叫Matthew Lee的记者到底何许人也呢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早已经不是Matthew第一次这么怼美国官员了 他曾经在到底是谁在军事化南海 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 乃至叙利亚巴勒斯坦等一系列美国政府耍弄双重标准的问题上 对美国政府提出尖锐的质问 更多次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当众令政府发言人下不来台 比如在南海军事化的事情上 Matthew就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出的 中国在军事化南海的说法提出质疑 称美国派遣大量军舰去南海附近难道不是军事化 他还曾经质问美国这么一个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 如何指控中国违法 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曾专门采访过他 并向观众介绍 他是一位时常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架在火上烤的人 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 Matthew自1989年从美国的乔治成大学毕业后 国际关系专业的Matthew很快就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的记者 更是在过去这近30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报道足迹遍布了 大半个世界给包括CNN BBC路透社等很多西方主流媒体 撰写过关于亚洲非洲以及欧美的报道 他还是一名 与美国国务院打了近20年交道的跑口记者 曾在1999年到2005年 为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相关的新闻 之后 在2007年加入了美联社 继续报道涉及美国国务院的新闻 这些丰厚的资历和精力自然也令他比其他记者拥有更多的国际视野和更多维更独立的视角 甚至于今年春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秘访朝鲜的时候 他还是仅有的两个被美国国务院邀请参加这趟秘密行程的记者之一 可见对他的器重 实际上就连这次从怼发言人也是美国国务院自己拍摄并发布到网上的 这段视频由观察者网等国内媒体引入之后 被冠以美联社记者当场打脸美方 怒斥美国发言人揭穿美国双标的说法 可在新闻从业人士方可诚看来 这实在让人尴尬 Matthew只是在践行着记者最重要的专业主义原则 不畏权利追问真相 不偏不倚 可有些中国网民却要把它包装成替中国说话的 带有鲜明立场的怒斥者 而因为Matthew Lee的祖父 曾是中国留美幼童李恩富 有中国血统 更是被有些中国网民给予不忘祖宗 是自己人等让人哭笑不得的盛赞 方可诚撰文说 Matthew Lee身上的确有一点中国血统 但他的曾祖父连父就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他自己更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 很多中国人难以理解的是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熔炉 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 身上可能就有西班牙 意大利 爱尔兰 亚马加肯尼亚血统 同一个人身上还可能同时有四五个国家的血统 如果具备某国血统就意味着会为某国利益说话的话 那美国早就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了 文章说 刘美幼童李恩富是纯粹的中国血统 但他后来为美国华人的权利而奋斗 是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上 而不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 我们需要搞清楚 中国人 中国公民和华人 中国血统不是一回事 美国华人是美国这个大熔炉当中的少数族裔之一 李恩富争取的是美国少数族裔的权益 不是中国公民的权益 他说 李恩富在为美国华人权益而奋斗的过程中 所仰赖的也完全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自由、平等、法治、多元 没错 Mathieu Lee在中国人关心的南海问题 和加拿大事件中都追问了发言人 但那只是因为他在所有问题上都会追问真相 其实他还写过对中国一些问题的报道 只不过观察者网不会翻译过来让你看到 文章最后称 说Mathieu Lee的后台是中国渊源 那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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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